一般华人到了美国 不管是移民或者是留学 身上通常都会携带大笔现金 或者是旅行支票 不过您知道 自从911之后 现金期待超过了一定的金额 不管是出境入境 或者是到银行去存款 都要依法来申请 否则就处罚了 今天的邓宏说法单元 就要带大家一起更深入地了解 这项法规 距离力端 邓宏说法就在东森 进行锁定东森美洲新闻 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各位好 我是邓宏律师 今天我们想谈一下 是联邦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法规 就是反黑连作法案 这个RICO Act的话 在70年代最重要的国会 为了针对意大利的黑手党 也要通过了一系列这方面的反黑 如果你是牵扯到 替黑社会洗钱的 所有的参与人 都会有联邦重罪的指控 当然这个法规的话 在911之后 加进了联邦爱国者法案1号 联邦爱国者2号法案之后的话 就是要求所有民众 在进出美国国境 超过1万块钱现金 或者是你存钱 存到1万块钱现金 到银行里面的话 都要向联邦政府报告 这个系列的法规 最重要的话 为了打击犯罪子团 利用现金进行洗钱 尤其是很多好像贩毒集团 还有恐怖分子活动 这些人的话 他们用现金以后 带出美国去 或者是带进美国来 这些法律里面的话 是非常严格 但是的话 很不幸 很多我们华人的话 触犯的这些RICO法案的话 就是大部分都是无心之过 好像很多进出台湾 到台湾的中国大陆 回来之后的话 超过现金 超过1万块钱 没有于是申报 有的时候我们华人误以为 我带的是美元 只是申报 只有4000美元 但是的话台币 人民币 如果转换成美金 超过1万块钱 都要申报 好 知法守法 据理力争 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下一次将为观众来解说 是移民诈欺 还有人口走私罪 本周六晚间 针对美国联邦法相关的法规 会有更深入的报道 也请观众锁定收购